农历6月19日是观世音菩萨的晨道纪念日 在桃园巴德区并有店家将往年绕镜时提供的饭菜 改作为节圆便当 并和附近的里长合作 将便当分送给社区中有需要的人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晨道日 去年在绕镜的时候 他有做数值的零零碎服务 前几年有跟大哥延楼在 所以今天在晨道路上我们就捐出所有的便当 不要来的所有的领民 只有讲说节圆便当的所有民众 都可以来领取一个免费的节圆便当 如果可以持续做直战的话 那我们每天将会提供直到30个左右的节圆便当 那希望所有巴德或是桃园 如果哪边需要便当或是有疫情当中工作 不稳定没有收入 或者是有小孩老公上班 他家里没有小孩要上课 没有便当的 直接来这边领取就可以了 由于曾当过26年的医院社工 再加上看到近来社会受疫情冲击 部分民众生活遇到困难 让老板娘也提供爱心带用餐服务 给有需要的人 收到通知的里长 也感谢老板娘持之以恒的善举 因为我上个礼拜有接到老板娘的告知 他叫您定15个名额 我有造册 等一下我会到那边去领便当 顺便感谢他啦 他到我们这边开店两年多了 他在我们周遭的一些那个相关的比较贫穷的 他那个餐会他都会减免 当然他有告诉说 如果你真的困难 你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几餐让你免费也OK啦 虽然受到疫情影像 使得今年桃园龟山信仰中心 寿山岩观音寺 停办了观音佛祖承道法会和相关活动 但信众也将虔诚的信仰之心 转为爱心公益行动 既祝贺了观音菩萨承道纪念日 也发扬观音佛祖的善心 记者刘雨婷桃园报导